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啊 导演啊 我现在看节目呢 哦 二十集电视剧啊 演警察呀 好啊 那具体时间的话 你就跟我经纪人联系好了 好好好 谢谢 找你男演员 我现在看着我上台给你找男演员去 哦 导演 你等会儿啊 我这儿后边有一叫黄红的 哎 好嘞 好嘞 哎 等会儿啊 喂 导演 我是黄红啊 啊啊啊啊 对对对 啊啊 我 我这儿来参加个活动 小活动 小部门 公安部 啊啊 对对对 对对对对 办了个小懒会儿 啊 请了些小演员 演些小节目 啊 导演 有什么角色给我安排一下 啊啊 别再让我演替身了 啊就是啊 你风拱的替身还行 替人结婚 我是替人挨揍 啊呀 好呀 打个迷信连统 我到后来连个正脸都没露着 对 我跟你说 导演 我最想演警察 啊 对 警察 演警察是我的梦想 啊 对啊啊 我我跟你说 啊 警察有人选了 谁啊 王志文啊 王志文那是我兄弟啊 演技那是一流啊 就是太瘦了 他演警察有一句成语 叫马杆打狼 三头害怕 啊 还有普春心啊 普春心那是我哥们儿普春心 形象没问题 一表人才就是太正了 啊 这就是演外警察又演解放军了 好嘛 本世纪大杆帽都让他承包了 我跟你说 导演 我跟你说 我要演警察 气质绝对没问题 下制派制所所长 上到公安部部长 这个气质我全能演 对对对对 你让我妹子周迅跟你说说 你给我好说 导演啊 对啊 我觉得他还行吧 他那个 我觉得反正他比 对 他比陈佩思好看点 对对对对 冯拱 他比冯拱顺利啊 对对对对 对吧 赵本山啊 他比赵本山来的顺点 是是 对对那他当然比普存西磕成了 啊 他们都定了啊 小偷 小偷你演吗 我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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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等会儿导演 导演 导演你听我说 我千万不能演小偷 是吧 演小偷你找陈佩思去 是吧 那贼北竖演都不用化妆 是吧 我不觉得不能演小偷 不是 你起码给我来个骗子 就是 不是 小偷算体力劳动 骗子算脑力劳动 对对对 那一个是技巧 一个是智商 对对对 我跟你说 导演你一定给我这机会 是不是啊 哎 你看这个周迅和陆毅都成了这个金鹰奖最受欢迎的男女主角了 你说我这模样比那个陆毅能差到哪去啊 喜欢他的确实是一帮小姑娘 喜欢我得有一帮老大妈呢 哈哈 对对对对对 我跟你说 我跟陆毅差不到哪去 我俩就差13岁 我外号叫陆毅13 哈哈 啊对对对 啊你跟那个我妹子周迅说说我最好演警察啊 你再好好说说妹子你看 哎导演啊 哎 对黄虹也算是我一哥们儿 对对对 你就想想办法 嗯嗯 不行啊都定了 哦哦行那我就呃呃呃我再跟他说说吧 哎好嘞 有消息我就让他给您打电话好吧 哎再见导演拜拜 有一片子只剩下一个了就这一个角色了 演吗 那得看骗谁了 我呢 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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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